今次是第一次為香港開電視做主持節目 感覺如何? 超開心 多謝你們找我 好感動 難得我們做一個show 可以這麼真實 我們什麼都說得 又可以找一些真正好朋友 即是阿榮不太好朋友 但也不要緊 但我們有 搞笑 我們真的找了一些好朋友的人 來講得很正確的事情 難得 難得有這個平台認真 最開心是有這麼多漂亮的車叉 我都駕不到一架 因為我沒有車 是 很可惜的 我是最開心 是最感動的 好像試車 真的挺開心 我們試了很多不同的車 新車、舊車、什麼車都試過 出爬的、不出爬的都試過 所以真的挺興趣 有漂亮的車 駕駛 又會打拳 還有什麼分享給觀眾 其實最主要 我們整個節目 是講成長 真的由一個男生 怎麼變成一個男人 不只是做到西裝那些 真的拍著我們二十年的法育 我也想看 怎麼記錄二十年 是不是很厲害 就靠我的口說出來 OK 去得拳館當然 不會只是逛逛逛 兩位型男主持 當然要來一場拳賽 看到他們擺姿勢的時候 是威是小 應該游回差不多實力 事前操練過才特別 我沒有 我之前有一次 有機會是上電視打Exhibition 之前訓練過一陣子 但沒有他們出價太低 所以我沒有打 很辛苦 出去又爆了光 又腫了 有時間 比得了一點點 我平時就訓練愛 你看我一套戰衣 就知道 我衝了一隻右手 就是衝了一隻右手 拿來拿著滑鼠 混合 所以我右邊出拳會比較大力 有信心嗎 對決過你們 對決 大家到時記得留意這個節目就會知道 對 就要留意 因為剛剛他們已經對決完 我知道結果如何 意料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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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榮他是 是 叫回水的 在外面 對 要留意 終之他覺得我們場比賽太精彩 所以他自己在圈外面 都開始跟沙包對打 對 所以可想言之 我們觀賞性極高 到時記得留意我們的節目 節目每集都會請來不同的歌手嘉賓 探討不同話題 之前就邀請到J.A.R.E. 討論香港樂壇是否易死 以及環境生態 本身食素的林思傑 也希望透過節目分享自己的看法